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 幼 所有人从这些文艺作品当中看到的和尚 不但比变形金刚还要变形 而且已经扭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比如 打打杀杀的和尚从普通的僧人一直到寺院的方丈 大师 长老 所有的和尚都不念经 不拜佛 不修行 更不会讲经说法 而是整天都在为了一本武功秘籍打来打去 争夺不休 甚至不惜跑几百几千里路去参加江湖聚会 寻仇觅恨 这些和尚们随时随地手里都提着棍棒刀枪十八般兵器 就连披着袈裟 年高老迈的方丈 大师都是一副胸中埋藏着深仇大恨的模样 怪灾 抓妖捉鬼的和尚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一边手上摇灵画符 为东家抓妖 为西家捉鬼 跟妖精打架 和怪兽角力 到紧张激烈的时候 这些和尚还会披发仗剑 上窜下跳 每当看到这种情节 小编老实在想 和尚本来就剃了光头没有头发 他这头发是怎么披上去的 还有破坏婚姻的和尚 好像这些和尚自己不结婚 也无缘无故见不得别人结婚似的 跟这一对夫妻说 你们两八字不合 相克相冲 不能白头偕老 跟那一对夫妻说 你们两贵贱不均 轻重不等 今生今世无缘 甚至非要追到别人家里去 把热闹喜庆的婚事给搅黄了 才肯罢休 写哉 而谈情说爱的和尚 似乎也看出作者 编剧等人对和尚还蛮理解的 和尚也是人吗 整天关在寺院里面 古佛清灯 烧香磕头 多枯燥 多郁闷啊 外面的花花世界 红男绿女 我看着都流口水 这些和尚能不动心吗 于是 和尚跟尼姑谈恋爱 小和尚牵着大姑娘逛街 甚至寄宫活佛搂着嫦娥仙子 要结婚等等故事情节 纷纷粉末登场 把某些人骨子里 那股风流尽 肆无忌惮的借题发挥 在了和尚身上 既增加了看点 又增加了卖点 还满足了某些人的 畸形猎奇心态 谅你和尚也莫奈我和 哎哉 最后还有那些八戒权贵的和尚 电视剧中无论是皇帝王爷 还是豪强权贵 他们不管走到哪里 身边总是屁颠屁颠地 跟着一个或几个和尚 这些和尚也总是一副奴才模样 除了身上那件圆领大袖的僧袍 能证明他不是奴才以外 其他一举一动都和奴才没什么差别 这种镜头在清宫系里面 出现的比较多 殊不知 事实上 清朝从头到尾的帝王们 对佛教 对高僧都是相当敬重的 把这样的行为强加给他们 似乎真有点死无对证的味道 悲哉 就这样 和尚经过这些文艺作品的大肆渲染 和广泛传播以后 被彻底整惨了 人们印象中的和尚完全变了 文艺作品中的和尚变得面目全非 奇形怪状 为此 生活中真正的和尚也蒙尘含羞 百口莫辩 纵使有苦 也是说不出的 当然 这些关于和尚的不良现象 在历史上和生活中 不能说绝对没有 但恐怕也不至于泛滥到这种程度 即便现在所有的和尚 真的都以一无是处 真的一个都不用去理睬 那么且看 从古道今涌现出的玄奘 异形 建真 怀素 廉池 憨山 虚云 映光 太虚 红衣法师 等等等等 这一大批曾经光天照地 灰谷药金的真正的和尚 他们的学问 人格 德性等 曾经全方位成就和影响人类社会 他们早已不再为佛教所私有 无论信不信仰佛教的人 只要一提到这些高僧都会肃然起敬 即便说 真正能够代表佛教 代表和尚的人 只能是他们 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资格和分量 那么 大家总也该了解一下这些值得了解的和尚吧 这样 至少会让我们的身心显得阳光灿烂一些 可是 你了解了吗 就那小编最敬重的映光法师为例 映光法师一生随遇而安 淡泊轻苦 至老不便 他是北方人 喜欢吃馒头 每次吃饭只有一碗粗菜 吃完以后 用馒头把菜碗擦净吃光 或者用开水汤洗饭碗 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时 有居士请他吃斋 他不去 再三请 他才主妇纸上一盒馒头 一碗豆腐渣 居士答应照办 他才负斋 在苏州报国寺时 有一次菜中用的酱油烧好点 他就提出批评 有一次 某居士拜访他 曾将半杯开水倒进潭雨里 也受到他的批评 他给人写信 过好的信纸都不用 都是用国产的茅态纸做信件 有次写给别人的信 是用人供养水蜜桃的包皮纸 弟子们有时供养他的礼物 他不是推辞掉不接受 也就是转送给他人 或是交给库房 让大家一起一享受 他住的房间都是自己打扫 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洗 一直到79岁高龄 还坚持这样做 有一次他在上海的太平寺 有一居士去拜访他 却见他在院子中自己洗衣服 在苏州报国寺时 贞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 已经替他备好了轿子 他却从上山到下山 始终主张不行 坚决不肯坐轿 印光法师一生都是如此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都不摆一点架子 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 我不摆架子 也就不怕倒架子 可见印光法师为人 有着很强的独立精神 绝不肯屠受别人的恩惠 亦不肯以自己的存在 成为别人的负担 超然于物外 印光法师对于佛法的理解 绝不脱离世间 而虚妄谈佛 他启示弟子的是 从仁城直达佛城的 一条学佛路线 在他的文抄中 有这样几句话 敦伦尽分 闲邪存戒 诸恶莫诈 众善奉行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身信愿 持佛名号 即是从仁伦出发 在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的同时 尽自己的本分 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工作 或责任做好 印光法师的话是极平易朴实 而又见根本的 由于印光法师是由儒而入世的 所以 印光法师在用文抄教导在家弟子时 谈佛法而兼谈儒学 然这是出于谈论之方便 并非是混淆如佛之间的界限 所以他说 如佛之本体 故无二智 如佛之功夫 浅而论之 亦颇相同 深而论之 则天地悬殊 又说 如佛二教 何之则双美 离之则两伤 印光法师有鉴于我国自汉武帝霸处百家 独尊儒术以后 自汉至清两千年来 都以儒学为主流 想要用佛法普度众生 非现身说法不可 正因为印光法师 缘儒入佛 他亦以教化儒门弟子 亦以维护佛教 苦心孤义 非菩萨心常莫能为 印光法师勤修佛事 广著文章 1924年 印光法师就以长残之名 在佛学丛名上 刊载文章 为读者探服 印光法师的名字 就是从那时开始 见为人知的 1917年 天津的一位居士 将印光法师 给友人的三封信印刑 并提名印光法师信稿 1918年 该居士又将印光法师的文稿 二十多篇在北京印刑 提名印光法师文抄 后加上文稿数十篇 合定成二册 印光法师对于佛法的见解 遂流行于海内 由于印光法师的文章 佛里深邃 文艺典雅 深入浅出 易于理解 故人人争读 就连梁启超读了 印光法师的文章 也倍加赞叹 为印光大师 文字大媚 真今日群芒之言也 印光法师为人坦诚 不图谋虚名 且风骨临寻 他八十岁生日时 召集僧众道友讲话 道友正在为我筹办八十寿臣 祝寿活动 感谢大家一片赤诚好意 不必办了 我个人反对搞祝寿活动 社会上有些人为了显示权势 扩张势力而伴寿 也有些人为基材 为扬名而伴寿 他们都把祝寿引为光荣 可是我印光以为可耻 当印光法师说到可耻二字时 面红耳赤 白发乍散 声音红亮 堂内一片肃木 日为当权之时 日本军官拿着日本修订的 大藏经送给灵言山寺 有些青年僧人认为是日本人看得起 才把最好的大正大藏经 送给印光法师 可是印光法师却委婉地说 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佛僧人 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 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 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 印光法师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 印光法师虽然精通种种佛法 而自行劝人 则专一念佛法门 他的在家弟子 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 和在欧美留过学的 可是对于佛法之者里 印光法师绝不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 只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 这种作风对红一法师也有很大的影响 无怪乎红一法师于1924年 在给居士王心站的一段话中说 朽人于当代善知识者 最服英者 为是印光法师 以红一法师的名望与见解 对印光大师如此崇拜 敬重 足见印光法师在佛教界的声明与威望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